深夜好几名远警 十枪冲进一间铁皮屋 破获地下赌场 赌客通通蹲在地上 台湾赌博案件层出不穷 根据统计台北市在109年 因为赌博被查获的件数 就有622件 共有2401人因此被抓 去年却几乎被砍半 只剩330件 但是却发现其中的178件 跟网络赌博相关 超过一半 可见网络赌博已经变成趋势 因为以往的网络赌博 被抓到之后 只会以设为法第84条 除9000元以下的罚还 让赌客不痛不痒 政府也透过修法之后 线上赌博被抓到 将比较刑法第266条第二项 适同在公共场所赌博 不只除5万元以下罚款 还将会留下前科 LINE的群组啊 还有很多的一些 平台都会有提供这样的一个 机会跟拒绝赌博的部分 那这个都有可能 会构成这个 266条第二项的一个 该当的要件 过年到了 民众在家跟亲戚 消毒移情无伤大雅 但是只要成名赌博 不只可能会吃上新则 还可能因此赔上自己的家产 华氏新闻解枚三罗大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丛林掌握天下是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